嗨 我是海妈 我今天下午太阳好 我带着我爸爸妈妈来磨羊工 有四个适合老家的植物 我打算测试一下 在我这个田梗上栽种 瘦土 斜坡 不管理 这是我去年测试的 这一棵是珊瑚果豆 明年春天的时候 就会变成打卡胜利 所以适合老家栽的月季 低维护栽下去之后 改良一下土壤 我这里正好有一条太白的狗粪 一会把它缠进去 用以后土壤改良改良 然后就可以种好了 月季品种有哪些呢 一定要有一个正红色 比我的口红还要红 叫弗洛伦蒂娜 因为它会铺天盖地 千把朵花同时群开群放 就是这么小一个人泱泱 一年多时间就可以搞成这么大一堆 来看这么大一堆 没有春牛的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在家乡可以实现300天开花的 完全不打理 也可以不修剪 长成一棵开花的树的品种 叫植栗冰山 它的优点就是一直开 一直开 根本停不下来 要么是花 要么是花苞 300天时间 你都可以看到它 就像现在我强行给它修剪了 如果我不修剪 我这棵小苗其实是全面带花的 波提雪莉是海里巴巴的明月光 这个品种的特性是 如果你不过度修剪它 它可以长成一棵爆大的树 而且全年也是开花300天 叶片油亮 低维护道 勿需要做任何的打药处理 它都可以持续清花 如果你愿意 你也可以给它牵引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品种呢 黄金庆典 因为家乡里面的话 有一种颜色是比较常态的颜色 就叫做黄色 黄色的话是早春的油菜花色 然后冬天的辣美色 特别在家乡里面有起陶喜 那我要在一个新型的 包子型的黄色的黄金庆典 在家乡的这个勾取 田野 让它狂野的不打理 不牵引 不修剪 不拔叶片 不理它 扑下去 开门 就是这样 种好花任何时候回到家乡 它都在以奔放的姿态 在欢迎你 关着海帽 可以种好 拜拜